孙悟空就交下两件事 任从朱八戒来挑选 一件是看师傅 一件是秦山 朱八戒就问 那看师傅又怎样看法 秦山又怎样秦法呢 个个啊 你讲来听听 等老朱就选一件省力的做啊 咦 看师傅就是 师傅骑马 你扶持 师傅大小便是你时候 师傅要吃饭是你去化斋 如果饿了师傅 那就是该打 师傅面色黄一点 又该打 师傅瘦了 你就更加该打 哎呀 哥哥啊 不是啦 叫我服侍师傅 就不要紧要的 不知道我们要去乡下化斋 那就难了 西方的路上人家 就不知道我们去取经的嘛 一会儿看到我以为是山上摘下来的野猪 到时说又不够他说 打又不够他人多 我让他捉回家 让他捉回家 捅了 拿猪肉 做过年 那样就该死了 这样啊 那你不愿意看师傅去巡山啊 巡山呢 又怎么巡发呢 上山就打听了 有什么妖魔鬼怪 这里有什么山 有什么洞 让我们好过去 哦 那这个就易话为 好了好了 五老猪就巡山 那个傻佬 说完就立起衣裙 拿着一支狗尺钉帕 显空突吐 威风 淡淡的大摇大摆 就出去巡山 酸吾空见你走了之后 闰着嘴 喀声得猛那麼小 唐三藏 见到他這樣 就说他了 哎 你个猴子 你是兄弟之间 全无爱念之意的 你考研令识 瘾化那个傻人做什么呀 你又哄他巡山 你又躲在那里笑他 哎呀 师傅 老孙不是笑他 我这个笑 笑中有文章 你看看 朱八戒这次去巡山 他确实不敢去见妖怪 当然是找个地方躲起 休息到够了 然后回来骗我们 是不是啊 吴空 你怎么知道呢 师父 我一估就估到了 你不信 等我跟着去看看他 一来帮他手去捉妖怪 二来就看看他真的有没有诚心去拜佛 好好 那你去吧 不过 你不要愣化你师弟 孙悟空就离开师父 走了几步脚 摇身一扁扁的小蚊子 飞上就钉在朱八戒耳朵后面的朱中毛底下 那个傻佬一尾顿着走路 怎么知道他身上躲着的人在那儿的 那个朱八戒呢 就眼眉不闯滴水的嘛 方死吃底的嘛 越走就越不奋起 走了七八里路远距就一手劈低一支九尺钉扒 转身就看着唐僧那边指手滑脚的来骂 你这个无点主意的老和尚老懵懂 那只死不去的拔马温专门扣下老胡孙 还有你这个高大帅沙和尚 哦哦 整班自由自在在雪头梁 找我老猪笨要我去巡山 哼 大家一起去取经嘛 人人都望成正果 哦哦 那为什么偏偏要我一个人来浪脚骨力啊 哼 又要正买路行就算了 叫我去打探 哼 哼 哼 你这我亦不傻 我真的和你去探路吗 哼 我不会找个地方偷到够 然后回来暖报一通 你以为你有得查的 哈哈 那个烂虫啊 他左望右望 见到前面有一片草坯地 他不理那么多了 一躲下去躺下就在地上去透大气 哎呀 真是舒服啊 我的草地软绵绵绵绵绵绵绵啊 见不见良爽 那只死猫猫啊 想害我啊 我现在更自在啊 多得了你 你害我 说完那只脚 脚一声就睡着了 谁知那个孙悟空啊 躲在他耳朵后边啊 什么都听到了 飞出来摇身一变 变成一只剁木鸟 他的嘴好像一把剪刀一样 又尖又硬 那两只爪像铁钉一样 正一是红铜嘴 黑铁钢 飞到上半空中 扑下来照着朱八戒的长嘴 出来一变 哇 那傻佬 吓得整个跳起身 哎呀 有妖怪啊 有妖怪啊 在我嘴上 咄一枪过来啊 跟着伸手一摸 满嘴都是血 这周围的望 又不见动静 那真是奇怪了 没有妖怪啊 谁在我嘴上咄一枪过来啊 我高头一看 只见那只剁木鸟在半空中飞 那个朱八戒就咬牙吞脚就骂了 你那只死飞禽 哦哦哦 在地上那只死猴子来欺骗我 啊 你都不够三两重啊 你来欺骗我一份 啊 你你你 我知他一想 啊 我跟他无冤无仇的 那只剁木鸟 去欺骗我 不是的 他不认得我而已 以为我嘴 是一构发霉的烂木头 想找虫子 故似刺我一下而已 嗯 不是不是 这次我将嘴 收起来就行了 那傻子又是躺下 用两只手 扭着个长嘴 到头变水 哈哈 哈哈哈哈 刺木鸟又飞下来 照着个大耳朵又刺下 那个傻子又通到整个都醒了 爬起身就骂 哎呀 你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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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猴子 你怜气刺我两下 喂喂喂 你这样搞法用什么眼 或者你刺起来的 啊 难道这里是猴子来的 我那里生蛋暴脚仔都不顶啊 以为我占到他老巢 故似的整天这么刺 哎呀好了好了 算了算了 我怕你 你看看我 我我不睡 你看看 说完的 拿去那支狗尺钉扒 摇摇摆摆就走了 哦 孙悟空就烧到牙都几乎掉了 哎呀 哎呀 你这个秦人的 灯大双眼 连自家人都不认得了 哈哈 好一个孙大声 摇身一边 右边一只蚊子仔 钉在猪八戒耳朵后面 那个傻佬呢 入到深山又行了四五里路 见到山咬有三构大青石头 那个傻佬放下狗尺钉扒 就对着三构石头来曲身行礼 孙悟空就觉得好笑了 哎呀 哎呀 这个傻佬的 石头又不是人 又不会说话 又不会还礼 他一尾对着三构石头行礼 做什么呢 原来 我说什么野山好呢 泥堆的 还是土临的呢 石打的 还是铜柱的 面睁的 紫糊的 拿筆来画的 哎呀 不行的不行的 他实在说我傻的 我说 我说石头山 那死猴子 如果问我 有什么桶 我说石头桶 什么门 钉钉 铁业门 里面有多远 里面有三层 门上有多少钉钉 那我老猪 心粗 记不清有多少 哎呀 行了行了 顺着了 这事还不骗到那只死猴子吗 那个猪八戒 就在树林中 头到够 念到熟了 就托着钉扒 就回去找师傅 怎么知道 孙悟空已经走先一步 飞回到师傅面前 唐三藏就问 悟空啊 你回来 为什么不能还没回到呢 哎呀 他现在正在练着 他练着 怎么来骗我们呢 就来回到的了 悟空 那个八戒 两天耳朵遮着双眼的 又蠢又盾 他哪里会说什么大话 来骗我们 你呀 你是不是又才认识他呀 哎呀 师傅 你肯是争着他 哟 他刚才一个人说念 又问又答 让我来说你听 孙悟空 这八戒心中有鬼 一刻就跪下想供应 我唐三藏 见他跪下 就立刻扶他起床 哎呀 徒弟呀 你辛苦了 这八戒见师傅一赞他呢 立刻不记得了 怎么害怕了 摆出一副 劳苦功高的样子 哦 那倒是呀 爬山行老人 那倒是最辛苦的咯 八戒呀 山上有没有妖怪呀 有呀 师傅 整班妖怪呀 哎呀 那 那你怎么走得出来呢 哦 他们见到我 叫我朱祖宗 朱爷爷 朱外公 还安排 粉汤素食 给我吃 后来用 摇旗打鼓 送我回来 孙悟空 忍不住 就插嘴问他 嘿嘿 你一定会 做草地的事 发开口梦 朱八戒一听 整个客套矮了三寸 哎呀 那只死猫子 我躲起来睡觉 他怎么知道的 他呀 孙悟空上前一手 称着朱八戒 你过来 等我来问你 喂喂 哥哥呀 你问就问起了 我必须拿着心 好像沈犯的嘛 你说 什么山 石头山 什么董 石头董 什么门 扔扔铁业门 里面有多远 里外三层 我批 你别说了 你 后面这些我 还碰得熟过你 等我来帮你说 哎呀 哥哥 你又没去过 你又怎么知道 这么多 还要带我说 我孙悟空笑起来 哎呀 好 你听着 门上有多少钉 老子深操啊 不记得清楚 你是不是这么说 是啊 是啊 每个我 我是这么广泛 嘿呀 你个蠢人 你对着三构石头 当做师傅和我们 你一问一胆 是不是 你又没有这样的事 你个蠢才 你还说 哎呀 行了行了行了 这次就信不下了 骗到那只死猫了 你你你 你又没有这么说 我猪八戒 越听越方 整个跪在地上 一尾叩头 哎呀 哥哥说 是啊是啊 我是这么说 我我我我秦山 难道你跟随我一起 喂喂喂 你还这么清楚 我呀 我披你这个胖 赚到肥的蠢猪 叫你秦山 这么大件事 你躲起来睡觉 如果不是剁木鸟 剁醒你 你现在还没睡醒啊 你啊 及时剁醒你 你还不去秦山 啊 你骗了这些假话 来骗师傅 你这么搞 用了二年师傅的性命 都被你害了 哈哈 新翼的一个礼 啊 你五棍子 你以后不敢才行 哎呀 哥哥 救命啊 你那只哭声棒 这么重拨下来 那我还有命的吗 哥哥 放过我这一次呢 哼 你这么怕打 为什么又乱说假话 哎呀 哥哥 说完这一次 又不说 好 那就减少两棍 打三棍算了 哎呀 不行啊 不行啊 哥哥 你半棍我都顶不住啊 我 我 还要担行你啊 那傻佬 我一边哭 一边 你 叫唐三藏 师傅啊 师傅啊 师傅 那你跟我说个情啊 唐三藏就说了 吴空说你说假话骗人 唐三藏就说了 唐四最初都不信啊 现在才知道你确是不老实的 你呀 你其实就该打的 资格过山 又不够人洗 吴空啊 你暂时就记住素先 等过了山 再跟他算账一下 哎呀 又好 古人说信父母知情 呼为大孝 师傅说不打 那算了 放过你这次了 你现在立刻回来秦山 如果你再说大话 不事呢 老孙子就一均都不少 那个猪八戒 就爬起身 托着钉扒 快手快脚就走去秦山 这次就知惊了 不敢偷懒了 知他一路上是疑神疑鬼 见到什么都以为 孙悟空变化来跟着他 行了七八里路 见到一只斑兰大老虎 在山坡前面扑过来 他以为又是孙悟空变化来吓他 扶着这狗尺听话笑笑口对着那只老虎说 哎呀哥哥 你又别来吓我了 哎呀老孙子这次就聰明了 还敢说假话吗 那只真老虎来的嘛 一扑过来 就连他身边那棵菇树都扑倒了 整棵树扎到猪八戒的脚 那个猪八戒痛得整个人 跳起身上又摔地 又摔心口大声喊 喂喂喂 哥哥 你这么搞的 我都说了我不敢了 我没有说大话的嘛 你又一会儿变老虎 一会儿变了树梨 我说不要玩了 我不敢了嘛 又过了一会儿了 走着走着又见到一只白颈的老虎 在头顶上嘎嘎嘎声叫 猪八戒又以为孙悟空 看又有没有偷懒 越走越快就走到满头大汗 抬高头望着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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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 哎呀哥哥 我都没偷懒了 走得这么快就走到满头大汗了 你还在吹我 那就跑得气绝 其实 孙悟空一直陪着师父 根本就没理过他 住八戒 疑心生暗鬼 自己拿来惊 再讲这座山 叫做平顶山 山上有个山董 叫做莲花董 董里面住着两个妖怪 一个叫做金国大王 一个叫做银国大王 金国大王对银国大王说 兄弟 我们有多久没去巡山 有半个月的了 兄弟 你今天去巡山 为什么今天去巡山 你不知道 听说东土唐朝 派了个御底唐三藏去西方拜佛 还带着徒弟孙悟空 诸八戒沙和尚 做一匹白马 一共五口 你看看他们在哪里 跟我将他们组 银国大王 银国大王就说 是啊 我们要吃人 在哪里找不到几个来吃啊 那几个和尚 这么艰难 才来到这里 放他过去 先吧 兄弟呀 你又不知道 我当年出天街 听闻说 唐真是天上金蟬 长老林凡 十世修行的好人 谁吃了他的肉 就延寿长生 银国大王就说 哦 这样啊 那吃他的肉 就可以延寿长生 那还用不着打坐修行 练什么龙虎功 去找他回来吃了就算了 好 等我捉了 说完就想走 金蟬大王就拉着他 嘿 兄弟 你别这么心急 你如果见到和尚 就捉 到时捉错了人 那便笑死人 我记得唐僧的样子 我将他的师徒四个 每人都画了个相 你拿着对照 对了 那你然后才做 银国大王就拿过那张图像纸 哦 纸上就画着四个人的样子 下面还有名有姓 银国大王就带上三十个小妖 就立刻上山巡落 这次就整定了猪八戒当衰 他跟那帮妖魔就撞到正 小妖就拦着他来问 你是什么人在哪里 那猪八戒一见这么多妖魔的心 就放上来 他想 咦! 咦! 我说是取经和尚就杀 被他促回去 他就说 我我我过路的 那帮小妖就报上去 大王 他说过路的 谁知道其中有个小妖 拿着一张图像来对 咦! 大王! 这个和尚有点像图像的诸八戒 银角大王就叫将那张图纸挂起来 他逐个指着来说 这个骑白马就是唐三档 满面毛的雷公就是孙吴空 神高神大口黑面的是沙和尚 长嘴大耳一身肉就是朱八戒 那傻佬一听一下都快点将长嘴 摘到衣服上用手按住 银角大王就喝 和尚 伸你的嘴来看看 大王啊大王啊 我有个嘴头病 阿妈生的时候 将我嘴黏在胸口里 吻得开 银角大王就下令叫小妖 用勾来勾出来 朱八戒听过用勾来勾 马上把嘴折出来 不过生得异相 看不就看得够了 用勾来勾啊 银角大王一看就认得是朱八戒 举刀就斩过来 朱八戒拿起钉扒顶着 银角大王一看就说 不过那是宝贝来勾来的 打陷杀那支钉盘 没得扶扶声 风车那样转 妖怪又怕他几分 两个斗了三十回合 就不分胜负 银角大王就叫齐 三十个妖精 一起上前围着来打 其实呢一个打一个 朱八戒还顶得几下 这一起攻上来 他就怕了 招架不住 吊砖头就掉 心放异乱道路又不平 一下子就被石头倾脚 当堂一个鹅狗 抢屎整个惯在地下 刚刚爬起身 一大群小妖 已经赶到 有些是掃脚刮 有些是打肚腩 有些是吻朱尾 有些是扯耳 将朱八戒五花大绑 绑到实压回山董 银角大王就报给金角大王知道 大哥 逐到我发电了 拿来看看 这个不是 兄弟 你搞错了 这个和尚没用的 朱八戒一听就乘机答嘴 对了对了 大王 这个和尚没用的 放回来 谁知银角大王就不肯 他说 大哥 最后是没用的 都不要放过他 他都跟唐僧一起来的 他叫朱八戒 将他扔到后面水池那里 浸退无衣 用盐腌了曬干他 那天阴落雨的人 拿来送烧酒也好 朱八戒一听 哎呀 死了死了 状证这个妖魔 喜欢吃烟肉的 那实行没命的 那帮小妖呢 将朱八戒抬入 叮叮叮的声 掉入水池那里浸 那阵 唐三藏坐在山坡上 忽然间觉得耳朵热 眼眉眺 周身不舒服 哎呀 吴空啊 为什么不能这次去巡山 这么久还没回来呢 哎呀 师父 你还不知道他吗 如果山上有妖怪 他就穿布难行 一定虚张声势回来 报给我知道 这次肯定是没什么 好像他一直走过去 哎呀 那我们怎么追得到他呀 师父 不要紧 那个懒人 实是慢慢地走 你现在请上马 走快几步就追到他了 于是唐僧就上马起行 那时候呢 那个金国大王就吩咐 银国大王 兄弟呀 你既然捉了朱八戒 唐三撞 当然是跟着美就来的了 你快点去巡山 你千万别放过他 银国大王就急忙 点击五十名小妖 上山巡落 巡了不见海 就见到那边 长云飘渺 碎气盘旋 银国大王就说 唐僧来了 那帮小妖就问了 在哪里呀 怎么我们看不见的 你们肯定看不见 好人头上 长云照顶 恶人头上 黑气冲天 那个唐僧是金蟬 长老下凡 十世修行的好人 所有长云飘渺 你们肯定看不见的 那个不是的 然后他用手向着唐僧一指 唐僧当堂打了个冷阵 他又一指 又打了个冷阵 一年指了三指 唐僧一年打了三个冷阵 心神不明 他就问 徒弟呀 我为什么一年打了三个冷阵呢 沙和尚又说 我肯定是伤风都不顶了 孙悟空就说 你们胡说 师父在深山野岭 有点虚惊 师父 你不用怕 等老孙棒打一路 跟你压一颈 好一个孙悟空 就在唐三藏马前 飞舞起铁棍 好像一团金光闪闪的 在前边开路 唐三藏马上一剪 整个心都定了 在雪赞赏 啊 孙悟空的本事 真是天上少有 世上无伤 那个银角大王 在山顶上 见孙悟空武器那支 如意金枯棒 下光闪闪 杀气腾腾 吓得他心惊胆跳 一年说了几声 哎呀 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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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听闻 孙悟空的名字 今天一见 真是名不虚传 那帮妖精就问了 二大王 你是夸奖谁啊 不是个掌他人 只欺灭自己威风的 哎呀 孙悟空神通广大 那个唐僧玉 我吃不醒了 哎呀 二大王 你一个人收他不行 那就等我们 回去报给大大王听 点击本董的 大小兵园来 那就摆开阵势 合力齐心 你放他走得掉吗 哎呀 你们懂什么啊 你看 你看他那支铁棍 有万夫不当之勇 我们夹齐了 不过四五百个 怎么能顶得他那支铁棍 哦 这样啊 那我们连唐僧玉都吃不醒 那就算了 白粥那猪八戒 粥就没白粥 唐僧玉肯吃得成的 不过现在不吃得住 那不难过几年才吃吗 你们别吵 别多嘴 我自有鸡脯